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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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日经常人头涌涌的黄富井大街 人流也都较疏落 北京当局因应疫情 早前呼吁市民在五一假期期间减少外出 也都尽量避免离开北京 商场的不少店铺都未见有客人 戏院 夹公仔 机店等等 也都因应当局的要求暂停燃热 什么假期来讲APM应该是人特别多的 感觉还是受于疫情影响吧 我就取个货 但是如果现在来光厂厂 感觉应该购物体验应该挺好的吧 人比较少 北京市新增54中本地感染 北京市民在五一假期期间 进入公共场所包括公园和商场等等 都要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有人就选择去到潮阳区的日坛公园松一下 为了压止疫情 北京当局又宣布由5月5日开始 市民进入各类的公共场所 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都必须持有7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而由5月3日开始 北京市民可以免费做核酸检测 5月1至4日全市暂停堂食 只可以外卖 北京市委建委也说 已经完成4000张方仓医院床位的改建储备任务 同时在一些大型场地 规划建设较大规模的方仓 无线电视主北京记者蓝细新报道 据了解 一个中港跨境货车司机 在黄江口岸等候查车期间 在货车里面撤死 叶靓说 事发在昨天早上 那个50多岁司机 在黄江口岸内地境内 被发现昏迷倒落在车里面 其后证实不治 华贵运输业职工总会主席陈迪首 说那个司机的遗伤 希望尽快将上幅的遗体送回本港 已经联络运输署协助 他又说 防疫措施限制跨境司机不能够下车 身体长时间不能够伸展 容易令到身体状况出现问题 暂缓业主追租的条例 今日刊献生效 为期三个月 受疫情影响的指明 住所租户 包括餐饮和部分零售租户 在今年1月1日至7月31日期间 没有缴付租金 业主不可以在这三个月的保护期内 即是至到7月31日期间 采取追租行动 包括宗旨租任 在案件中扣除租金 或在法院提出诉讼等 在保护期开此前 已经采取的追租行动未了结 也都必须各自 政府发言人说 条例主要是为受疫情影响的商业租户 提供短暂的缓冲期 以免被迫结业 也都提供机会给业主和租户 协商租金的安排 明报社评 行政将官候选人李家超提出 透过改革流程等方法 提升未来五年公屋落成量 但是政綱并未就增建单位数目 以及缩短公屋轮后时间 作出具体承诺 令人失望 公屋提早上楼 书筒作用有限 最重要是尽快大幅增加短中期土地供应 唯有定下严格指标 只能够动逼各部门切发解决问题 个别劏房农屋 解决令人周深的居住问题 是中央对香港的期许 也是全港市民所盼望 纵然无法在一两届政府任期内做到 管治者至少应该以此为长远目标 一步一脚印往前走 东方日报写论 疫情创定是好事 但本港经济依然未有起色 疫苗通行证措施 入境者酒店检疫制度 社交距离措施等 不单止继续维持 有些更越收越紧 零艳艳日式的经济雪上加商 港府竟然可以放宽 航班机组人员抵抗的检疫措施 货机机组人员甚至免隔离 为什么就是不能够大刀阂苦 为经济和女业松绑 缩减外地人士抵抗隔离日数 以及准虚外地反光市民 改为居家隔离 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 待会再见 回来新闻时间 行政上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 出席由七间电子传媒合办的 行政长官选举达文会 他提出当选之后 会先处理和内地面检疫通关 认为和世界接轨没有矛盾 又说应该保持楼格平稳 不希望有太大的波动 达文会在将军澳无线电视广播成举行 由七间电子传媒合办 大会随机抽样的市民 如先录影向李家超提问 李家超如果日后你当选 如何帮我们基层人士上车上楼 李家超在静江提出 在土地房屋要做到提速提效提量 他说无论公营私营都有这项要求 楼价我觉得应该保持稳定 因为楼价我不希望波动太大 所以在政府对于这个立场 我相信是要清晰告诉市民 稳定的楼价是最适合香港社会的 也在稳定楼价的情况下 在我们发展了经济 多些就业 我们的增值的元素多了 每个人赚的钱都多了 在稳定楼价的情况下 我们的收入都多了 我们的应付能力也好一些 李家超又说 当选之后先处理同内地免检疫通关 呼吁市民提高接种率 为通关创造有利条件 我又觉得在同内地通关 以及同世界接轨 未必有必然的矛盾 因为首先我们要 同内地了解清楚 我们如果要同内地通关的条件是什么 寻求一些方案 是可以掃除到障碍之后 我们是否可以有逐步性的通关 是否可以像我们上次谈出来 第一次可能是小范围 接着将范围一路扩大 至于如何提升香港竞争力 他说要巩固现有优势 并且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和文化之都 加上有国家后盾 可以吸引人才资金来港 无线电视记者张永恩报道 一个女人在尖沙咀遇劫損失60万 警方拘捕3个人 警方在汉口对开 接获3个涉案的男人 年龄由37至42岁被带回警处 暂时未找回女事主手袋 装有60万的现金 同一部约正1万元的电话 多个警员在现场调查 追缺其他在逃匪徒 凌晨近2点钟 42岁的女事主经过尼敦道56号的时候 被最少6个外政男人抢手袋 久前期间 女事主背同手受伤 送丸自利 星岛日报报道 因应政府今天起放宽非香港居民入境 并调整航班熔断机制 和旅客检疫安排 目前检疫酒店入住率 约6到7成 个别酒店今个月的预计率 基近爆满 第七轮指定检疫酒店 有48间 当中大部分酒店显示 房间供应状况 为紧张或者剩余很少 大约有10间酒店 目前大部分空档 显示上有房间 个别酒店 例如是香港九龙围景酒店 只是接受6月5日后入住的预约 而乐富特东汇城酒店 只是接受5月31日后的预约 明报报道 为释放土地建屋 政府正是检讨湿地换冲区规划指引 长春社去年年中喜接连发现 换冲区内的三贝村有填堂活动 最新发现两个约6个香港大球场大小的大型鱼堂 过去大约半年 为疑被调到废料 部分堂博属新建 最阔达到6-7米 为疑有人违法填堂 并霸佔官地 长春社说 那两个鱼堂冬季有黑念疲劳七色 但被划为乡村式发展 多年来受发展威胁 促政府检讨换冲区规划指引的时候 不应该倾斜为发展松绑 也要畏惧生态价值的土地或鱼堂平反 主动改划用途 而彰检它的生态价值 转发会有其他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